鹿兒島 南九州必訪的縣市之一 雖然還不是日本最熱門的旅遊縣市 但踏上了鹿兒島的土地之後 我發現 要喜歡上鹿兒島很簡單 你只要來過一次就愛上 我們現在人在鹿兒島啦 那我們這隻是坐船來的 就是這個生日的 Rubity Millennial 今天就要開啟我們的鹿兒島 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來鹿兒島只有一天的時間 你的必去必吃必玩的景點 到底是什麼好不好 Let's go 那我們就是在鹿兒島 我們行包車的日子 對 包車讚 來跟你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鹿兒島九州最南部的縣 最大的景色就是櫻島 整個城市都會看得到 這個櫻島火火山的景 這個縣有一半是填海的 另外來鹿兒島 還有一個必定要去的 就是他們的溫泉 它的溫泉資源非常的豐富 這有特色的應該就是 它指數的這種沙針域 人整個埋在沙子裡面 它那個很酷 它那個整個去海岸 那個都是在冒煙的 海岸的沙都是燙的 所以我們去霧島那個溫泉街 那個整個都是 溫泉的煙霧 但是因為它離我們這個 港口比較遠 所以我們這次就沒有過去 我們就是以這個 鹿兒島市區的一些 壁區的景點為主 現在來到這個 城山展望台 作為 眺望陰島絕景的 最佳旅遊點 有深受歡迎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眺望景江灣上面 美麗的 櫻島跟這個 鹿兒島的市區 就可以把這個 火火山跟市區的景點 一次給拍進去 這個城山展望台 這樣跳望著櫻島 上車囉 坐著車上這個 輪度了 鹿島有打到 鹿島是24小時 都會有運輸船的喔 15分鐘一班 我們剛剛就是這樣子 車子開上輪度的 一下子就突然轉過來 就到了 都沒有意識到 已經要開到輪度站了 好 先來給你們看看一下 這個去鹿島的輪度 它不是只有交通船 它其實是蠻舒適的耶 它是有這樣的裝潢嗎 然後這邊還有螃蟻 好啦 你要吃嗎 我們要吃吧 我超飽 我覺得它前面這個 變滿的位置耶 很快來的 然後我們要去鹿兒島 就會變 大概做了15分鐘的 是吧 那我們現在去樓上看一看 好像是觀景台 真的還是假的 竟然在 真的合成前面看到 他真的 表演 但是現在沒有了 我看到一眼 我看到兩眼 他跳了兩下了 22 嗚 海豚跳起來了 那個水都噴到大家了 鹿島呢 它是一個火火山 每年呢 噴發的次數有長達1000次喔 但有些都是小的蒸氣這樣子 噗噗噗噗噗噗 但有時候會比較大 就是會有火山灰 剛剛小英跟我們說 他剛來的那幾年呢 他比較常噴發到有火山灰 他就像下雪一樣 對 需要沉雨傘 可能早上起床 車上就是一層灰 對 就是有火山灰 但是他還不至於會影響到一些交通跟生活 就是我們的 鹰島 來鹿兒島 鹰島就是你們避來的之一 對 就是在鹿兒島各個角度都可以看到他 然後城山展望的時候 看到他跟城市融合在一起 上鹰島之後 你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這個火山 如果你們運氣好的時候 你們來這邊 是看得到他噴發的喔 那我們今天是 是沒有看到的 沒有看到的 我們現在在鹰島的熔岩公園 對 鹰島就是必來這邊 就是它有竹獄 這個竹獄就可以邊看海邊看火火山 幫我們去找一下 就在前面呢 你看有人在泡啦 你看我們就在這裡 邊泡竹獄 邊看後面的鹰島 好 它前面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看到海的 這個水溫如何 剛剛什麼 大概36度吧 36度很低耶 對啊 沒有很暗 忘記戴毛巾 如果你沒有來可以記得戴個毛巾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人可以上去最近的地方 就可以比較近的地方展望那個山頭 這邊也是鳥 它都不動耶 我也是我相機黑黑的 鹰島現在還是有人在居住的 只是越來越少 因為火山的關係還是蠻多人慢慢牽走 而且交通也是啦 因為你要必須要做這個輪渡 我們現在在火山的下面 用著火山的地熱泡著溫泉 我覺得還蠻浪漫的感覺 這邊還有一個完全是海邊的 在海邊泡腳也是 蠻奇妙的體驗 是吧 可是那邊的水比較冰 所以還是比較冷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瘦煙 這邊是這個百年老店 我們現在在這個壽安 它是給我們一個小包廂 鹿兒島必吃的美食呢 有這個三種三黑 黑毛和牛跟黑豬肉 還有薩摩黑雞 都是黑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吃這個 黑豬肉 聽說適用這個火鍋是最好吃的 然後豬排也很好吃 所以這兩種我們都有點 它這邊有一個說明喔 黑豬肉獲得買家最高品質啊 享譽全球 它的特點是 肉質柔軟多滋 味美甘甜 清爽不由於膩 科學研究證實 其美味成分是 普通豬肉的3.7倍 甜味成分是 普通豬肉的6.7倍 真的很厲害的感覺 好不好 其實我們就點了兩份 然後一個這個是 第一層就是 滑入味道的黑豬肉 這是一個前菜 它其實有一些醬料 跟你教一些什麼的吃法 是有中文的說明 它是建議說 你把這個湯 等到它混的時候 撈一勺到你的這個 碗麵 再加上它這邊 你喜歡的這個 香草的鹽 去調味你的這個湯 每一口都先自己 放在手上 然後舔一下 看看你比較喜歡哪個味道 然後來去調你的醬汁 鹽巴有6種 有咖哩口味的 然後辣椒口味的 然後大蒜口味的 羅勒口味的 然後這個是櫻島的 橘子鹽啦 青橘子 酸酸甜甜的 然後一點點苦味 然後蜜蜜香 欸這鹽的味道就好多喔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橘子還不錯 豬肉蒜好之後 再去沾 你剛調好的湯的味道 可以先吃它的桌排 夠厚了 那時候這個炸出來 這個爆好吃 上面是有點油花 油油嫩嫩的剛剛好 肉甜甜的感覺 這豬排很好吃欸 這算這個黑毛豬肉 它寫說 像黑豬肉放入煮備的鍋中 豬肉中紅色的部分 吞去食是最好吃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吃到 最好吃的時候 我吃一口 我看看沾這個醬 好吃嗎 嗯 想很巧 它這個豬肉真的很香欸 肉的香氣跟甜味 肥肉的地方也很好吃 如果導致的必吃這個黑豬 我才算一遍我就覺得 吃不夠了 我要換我吃這個 特殊的豬味 然後肉的真的還嫩 很好吃喔 在外面有吃過這個 很香的味道 它的肥瘦也適中 感覺不一定要加這個鹽巴 可能就是很好吃 對 原本的糖皮就是茶餅的湯 原本糖皮是最簡單的 我覺得這驗證的一件事情 我們越 美味的東西 就是用 越簡單的煮法 就可以凸顯它食材 原本本身厲害的地方 我發現它這個鹽巴 其實還不錯的地方 在於是說 它就是你可以換口味 六種味道可以不同 但是交錯 都不會吃膩 然後青菜很多 然後我發現它青菜都切成這種 一絲一絲的絲狀的 長條狀 長條狀的 就讓你比較好入口吧 這樣子吃一吃 一個是2700的套餐 一個是2600的套餐 不一樣在麵條 我覺得主要是麵條 它它口味也不一樣 一個比較乾的比較強 反正我覺得這一餐 是非常的推薦 豆盐百年店 你們在網路上預約不到的話 沒有擔心還是可以過來 它預約只有留七席 其他位置都是給現場的客人 所以你們還是直接現場過來就可以了 對 我們今天是禮拜天 也是有吃到 首先剛剛買了一個這個 蒸汽屋 這個童年糕 還叫不出的 也是這裡的特產 是愛心的 喔真的耶 長這樣 真的愛心給你 彈彈彈 蛤 看你弄彈 弄彈彈 它是不是吃起來像雞蛋糕的感覺 對 雞蛋糕還好 有一點蛋糕的感覺 鬆鬆軟軟的 微甜 淡淡的奶香 聽到的吃一口 還有那我們這一次 包車選擇的是 輕鳥包車 那為什麼要包車 其實我覺得這個 好處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給那種喜歡自由型的旅客 可是你可能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或者是你帶著長輩跟小孩 沒有那麼好規劃行程 那如果你又不想要在交通工具上面浪費時間的時候 包車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輕鳥包車 那時候其實算一算 它的CP值是非常高的 它是可以幫你做客製化的行程 像我們這次來就是遊輪 就是一夜有 有這樣的一個行程 它的司機都會講中文 來到日本之前呢 你就可以在LINE群 跟他們同意說 你要去哪裡啊 什麼什麼的 最有確定很方便 他們的車子跟那個 大小也有業務 車型有很多種 對 就是拼車旅遊 然後就是少人的 就是商務旅遊 或是那種大巴也都有 團體的也都有 對對對 他們的中午司機也都很親切 可以協助你翻譯 還有飯店的check in 這個輕鳥 日本包車 推薦給你一班 它是鑑於1658年 當時統治鹿兒島這個地區的 這個島金家的宅邸 質疑不管是度假和常駐都有在這邊 那園區呢 佔地是4.8公頃 裡面有神秘的神社傳統巢室 還有一些登山的步道 那現在它還有一個 把島金家以前的住宿呢 把它變成這個星巴克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給它繼續看看吧 紅色 橘色 綠色 配上藍天 真美 聽說很多人拍電視劇啊 都是接用這個樓梯 它這個最大的特色 是園區的造景 很厲害 它以借景的方式 把這個陰島的火火山 當作它原子裡面的山 然後這個 爬邊的錦江灣的水 當作它原子裡面的池 今天剛好有表演 對 剛帕隊的表演 我覺得很酷耶 七次的演舞 首先 大術二次的演舞 哈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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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江S 豐屋有力啊 棒棒棒棒棒 而且他們那個隊型其實蠻帥的 就一層一層一層的 來看一下島金家的寢室 玉殿 玉殿裡面 住的地方約一個自己的小庭園 我們要先吃吃看這個 鹿兒島代表的點心 叫做兩棒餅 因為他現在在做 蠻可愛的 你看喔 這個小櫻拉太偉 在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來再勾勾勾 那我們要來吃吃看這個 兩棒 對 這是鹿兒島的 這個特色點心 麻糬的感覺 它就是糯米粥的麻糬 醬汁 鹹鹹的 這很特別 不是我預期的 感覺是有點 鹹黑糖的 它是QQ的啦 不然就像麻糬的 我覺得它的醬有點像是 有點有點醬油的 有點醬油的 還是可以來嘗鮮一下 味道還是要適應一下 其實我已經吃完三顆 沒有 還是都覺得有點充值 好 那你們來這個 仙岩園的時候呢 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 你也可以在它這個 二樓的櫻華亭這邊 享用你的午餐 那邊的view非常棒 剛好可以把這個 平原跟櫻島拍在一起 它那個絕景的地方 可以介紹幾個 鹿兒島必買的伴手禮 第一個呢就是薩摩燒鎖 那這個薩摩燒鎖的特色呢 它是用地瓜來釀的酒 鱸兒島因為火山地形的沙子土 自不以來就非常適合種植 地瓜 有名到地瓜的日文 直接全名叫做薩摩語 地瓜是這個日本之冠 那為什麼它變成 用地瓜來釀燒鎖呢 一開始在這個地區的時候 用米去釀燒鎖是最有名的 可是因為它的米的產量不夠 那又剛好它這邊的這個地瓜量 非常的多 島金那首席就讓大家用這個地瓜來釀 它就變成薩摩燒鎖 鹿兒島一定要買的東西之一 就是薩摩燒鎖 它在2005年甚至獲得 WTO Trips認定 就像是法國香檳、布爾多、葡萄酒一樣 認定唯有鹿兒島出產的燒酒 才有資格叫做薩摩燒鎖 就是這個地區的特色之一好不好 在仙元園這裡面呢 其實就有賣了 那我們買了一個是 仙元園限定的薩摩燒鎖 鹿兒島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叫做薩摩切子 但是這個有點貴 它就是一個琉璃的工藝 剛好看到它這個琉璃 它是這個三重的樣子 從這個樣子然後雕刻再雕刻過來 它其實就是在玻璃上面做一些雖然是雕刻吧 非常的漂亮 在仙元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工廠也在這個仙元園的旁邊 有興趣你們可以排在一起去看看 它的這個傳統的工藝 它用這個薩摩浴作的點心也很有名 所以呢我們也有買它回去當伴手禮 趙國神社其中一個點在它的門口的鳥居 你們看這個鳥居 是不是非常大啊 這裡是落島最大的神社 除了祭祀神話時代的神明之外呢 其實它有不少祭祀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 那像這個趙國神社就是其中之 它神社裡面祭祀的是這個薩摩藩藩主 島經奇兵 就是曾經這裡的領主啦 它是祭祀這個二十八代領主 就是最受大家喜歡的這個領主 對不對 它是一個真實存在歷史人物 就不是什麼神明啊什麼的這個 好啦我們現在回到船上啦 對那我們今天鹿兒島之旅就到這邊 後面的堅島跟著我們說再見 這一次呢我覺得呢這個鹿兒島給我的感覺 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我還會想要再花時間 可能帶阿嬤啊帶粒子過來 好吃的好玩的都很舒服的旅遊節奏 不愧是日本為數不多的以觀光為主的線 鹿兒島是其中之一嘛 我覺得這個包車的服務的這個選擇是非常的正確 對輕鳥包車我覺得CP值跟服務都很好 然後對小櫻 講中文有差 對幫我們很多的忙 而且我覺得不包車你能去的地方 真的是會少非常非常多 而且包車旅遊輕鬆好多 好舒服喔 跟之前那個自助比數 強調一下啦我覺得 用大家的行李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自己在那邊Google 要什麼要怎麼 對對對 強調一下其實我覺得這個包車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還是讓你有自助的感覺 但是完全讓你省去自助的困難的那個POP 對 就保留自助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還是去你自己想去的地方 對因為它是自己客製的話 對啊對啊超棒的好不好 那我們鹿兒島之行就到這邊啦 那其他的郵輪還有我們看郵輪區其他地方呢 就看我們其他影片啦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 掰掰 哇我們現在要航開 航離開這個鹿兒島 哇這些人真的非常的熱情 從我們上船就開始了 我們五點 因為我們五點是我們下船 就是很認真的跟我們說再見 真的還蠻感動的 我們很久了 沒有我們開手他們就全部聚集過來 他們還有大喊說 就是歡迎在日本之類的 超可愛的 而且我們剛剛衝回來的時候 他們一直跟我揮手 快點